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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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家俊 你幹嘛在這兒嘆氣啊 我剛剛見到這隻螞蟻 被人踩死了 雖然這隻螞蟻是很可憐 但是你也不用那麼傷感啊 你不明白的啦 那隻馬蟻真的很可憐 少年,你真是不懂仇之味 故意在這裡強說仇 你到底在說什麼 我引用了醜奴義的詞 你真是財疏學淺 唉,你又在做什麼 唉,我都是覺得自己真是財疏學淺 唉 大家好,又來到齊仲宋詞的時間 請同學將宋詞回到第八頁 這一首醜奴義的作者,辛棄疾 是一位愛國詞人 他亦曾經是一位軍人 當時南宋和金人作戰 二十三歲的新氣疾更率領軍隊 匯到南方,打算一展抱負 收復北方的失地 可惜的是,南宋政府根本沒有抵抗金人的決心 於是令滿懷壯志的新氣疾非常痛苦 只好值寫詞來表達心聲 剛才我們見到那位同學 因為一些小事就喊聲嘆氣 就好像這一首詞 一開始寫出少年時候的他 不知道什麼是仇的滋味 總喜歡登上高樓 無病身淫 但是隨著年紀越大 他越體會到人生的苦劫艱辛 那些的仇怨反而說都說不出口 只能夠獨自承受 或者只能夠輕輕慨嘆一句 好一個清涼的秋天 詞的最後一句 卻到天涼好過秋 就充分表現了詞人的無奈 那今天齊總送詞的講解來到這裏 希望同學在轉課的時候 或者回家 都會和家人朋友分享這首送詞吧 拜拜 拜拜